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立法院推动住宅法的修正 希望保障弱势者居住的权利 我们也在洗钱房治法当中 推动加强社会资安的维护 另外我们看到物价高涨 我要求综合所得税当中的免税额 以及扣除额度要增加 还有一个小确幸 今年3月1号开始 我们的这个水电瓦斯 公用事业的这个收据 都可以直接当作统一发票来对讲 祝福大家 永昌也会更加努力 在未来推动许多更好的法案 来当作我对大家负责任 表现优良的成绩 那么在新的一年 很多重大的地方建设 包括高压电塔的下地 以及交通瓶颈路段的一个改善 还有很多闲置的国有土地 如何把它开发利用绿美化做公园 打造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 来让大家可以过更开创 更好更舒适一个生活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永昌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跟爱护 我会持续努力好好打拼 2017年是基年 要来说今年的极强化 祝大家经济报喜 生机勃勃 开机立业 开创新机 恭喜恭喜 新年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